其中一个你怎么看 为什么言宽航要把他的沙龙庄园去转卖给别人 然后好像演得像真的一样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因为买的那个泽序公司 就是当年帮他设计的那一家设计公司 然后那家公司他们在网络上面 最近被挖出来的那个盐公馆的照片 让所有的台湾人都张大了眼睛 发现你们盐家还真有钱 有人说很俗气 也有人说像皇宫一样 还有人说像一个行宫富豪的别墅 不管怎样你怎么看 沙龙庄园的转卖背后是什么故事 而让盐宽航跟盐庆标父子 面对的下一个镇兰宫总市长的战役 又怎么影响的台中的民众 大家怎么看未来的一个政治上面的生态 跟版图的变化 首先讲到他们家四千五百万 这个我跟斯凯议员私底下在聊 说我们当时应该开一个募资 然后我们该筹钱来跟他们 为什么他们的交易都不是公共市场 或公开平台 大家可以取得的 不管是过去服务处的法拍 他可以比市价还要便宜 或者是现在家里要卖四千五百万 这一楼的装潢 不知道够不够富 但是他就可以出现这样子的数字 成交给他所认识的人 或者是公司 那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不能理解的 第二个对家的定义 其实我想就摆设来看 我们的对家的认知就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家是门面 是昂贵 华丽 坦白讲 这样子的大小跟装潢 大家也知道 这个我想平常一定要请管家 来帮忙打扫 这个不太可能是主人自己打扫 所以对我来讲 家是舒适 温暖 然后回到家有放松的感觉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不管是餐桌 客厅 尤其是客人会看到的地方 包含外面的车道 圆环 到果岭 他其实他的家是给人家看的 那我们一般人定义的家 是让自己舒服的 我想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看到他们这样子 我不觉得特别羡慕 或者是欣赏 我只觉得我过去在两岸三地 也拍过一些电影 他就是一个很豪华的布景 然后接下来拍完戏 沙发就要卖掉 我的感情 对这样子场景的感情是这样 他不是一个 我会想要花很多钱 去买的地方 那至于为什么他要花那么多钱 去做这些门面 我想跟他的 他可能很多的人际关系组织 他可能要有一些贵宾 他会邀请到家里来谈事情 你看他椅子的数量 就不可能是家人的数量吧 他上方桌好景 穿桌也好 会议桌也好 那个不是一般的家 会安排成这个样子的 我认识很多尊敬的长辈 也看过很多昂贵的摆设 可是要像这样子豪华的电影布景 我想如果给延宽先生一个建议 就台湾的影剧界常常在摆场景的时候非常辛苦 如果能够适当的出租这个场景的话 我想台湾影视文化也是有一些帮助 但不会羡慕 然后还是那些问题 他到底是从哪里生出这些资源的 两代以来 从政从里长 爸爸里长议员议长 拿到他当过立委 到底是哪一个关键的职位跟时间点 让他生出这么多 一般人穷其一身 无法追逐到的财富 跟这样子的装潢摆设 看到他们家的内装 我才 我很惊讶 原来我们对抗的是这么庞大的对手 同时我也理解到 原来我们面对罢免的时候 是多少 多大的资源 在对付我们 不过 不会羡慕 这个就一个人一款名 但是 如果这其中有涉及 公益 公权力 甚至是 民众所没有办法接受的取材方式 我想他们还是 不管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不是选举结束就结束 他还是有那个义务 去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我跟你一样努力 我跟你差不多年纪 我们的能力 学经历也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的家就是可以比我家漂亮 这个是 他如果未来要继续走政治路 他势必要 找一个时间来跟大家解释 对啊 要请教士凯了 因为他这些照片释出之后 我至少在网络上面 在脸书不同的人的 所po出的照片跟文字当中 所看到的反应 是还蛮压抑的 那个并不是说 这种场景 让大家以前没有看过 而是像电影一般的 这种装潢 到底什么样的家族 需要这样的一个 像博伟所说的 很不真实的家的门面 第二 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这是一个对大的问号 易景龙先生私下就跟我说 在礼拜六的时候 他说 他以前还付债业 结果他们的家族 现在其中的一栋是这个样子 其中的一栋 他们家有好几栋 是可以做成像这样的 别墅的豪宅 这个另外应该是 在地的台中 中二选区的杀戮也好 大甲镇兰宫的选民 或是其他地方的 像雾玉 龙井 特别是这一带的台中人 难道不会有问号吗 他们不需要说明吗 这些照片所流露出来 所显示出来 对于严家的检验 是不是又进入了 另外一个层次 我想这个装潢好看 不好看 或者是说住起来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每个人 有自己的生命情调 那他们的生命情调 就可能很显然的 跟我们不太一样了 他的情调可能就是 像他们的餐厅的布置 感觉就像我们在外面 很有地位的企业家 在艳客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艳客是在餐厅 不是在家里 所以我就说每个人 生命情调不一样 就是说有人会把自己的家 布置的跟外面的餐厅 是一样的温度 那有人会把家布置的是 家的温度 像我们就会选择 把家布置的是家的温度 那他们就把这个家里布置的 跟外面的社交场 俱乐部一样 对俱乐部一样的这个温度 那就是他们的生命的选择 那他怎么选择 我觉得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其实是刚刚扣姐 所说的 就是说 严勤标以前是不是真的没钱 是真的没钱 大家记得 他们那个孝子言宽恒 去把爸爸的地 所以把他标回来 为什么会标回来 因为没钱 所以土地被拍卖 所以是不是真的没钱 真的没钱 没钱到他的土地 房子都被拍卖 然后欠银行一大堆钱没还 是不是真的没钱 真的没钱 后来怎么有钱的 其实这几年的严家 大家都很清楚 权生钱 钱又生权 对不对 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花了好多好多的钱 所以刚才博伟 跟我都会感慨到说 原来我们的对手 是这么的有钱 这么的强大 那那个强大 不是真的他个人很强大 或者说 或者说他的政治理念 非常强大 或说服力非常强 不是 是因为他很有钱 他用钱下去生权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用很大的金钱去 让大家很开心的吃吃喝喝 甚至过去有一些 有些买票的传言 招待旅游的传言 让大家弄得很开心 那之后换得了权 那那个权呢 再去生钱 就是我们看到 不断的在这个重化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是说在这个自己盖的这个招待所里面也好 用权力让自己得到许多许多的便利 所以钱跟权之间的互生关系 其实是严加目前让大家觉得最好奇的部分 也是最无法接受的部分 说真的 说真的如果你做政治 政府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月要发一千万给你 我都没话讲 你如果靠这个 我就当立委 立委的政府一个月 买我一千万 所以我很好怕 没话讲 但问题是在于你严加 拿到了立委之后 用立委再去赚好多好多的钱 用立委的政治便利性 还有副议长的政治便利性 很多不一样 是不是他们家的人 那才有办法当老大 但是严加不一样 严加全部把他的钱所生出来的钱 集中在严加里面 那当然那个全生出来的钱 也集中在严加里面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这个画面 哇这么漂亮的房子 那房子怎么样 不管 但是你这个全生权 全生钱的过程当中 大家现在更好奇的一点是 里面有没有大甲镇南宫 像我们过去信仰 大甲镇南宫的时候 这些信徒里面的香油钱 有没有混杂在里面 有没有透过大甲镇南宫的 这些力量或者是影响力 造成你权跟钱里面 互生的关系 有没有帮助到 那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除了要对社会 对选民有交代之外 你对大甲镇南宫的这个 那个信徒的香油钱 你不用交代一下吗 有没有需要交代 这二十几年来 从过去的票 在地方上化罪的坚重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没钱 大家都知道他没钱 也每次选举都没款 每次选举都出去募款 都跟那些企业 因为有些企业是我的朋友 企业说 我就算企业没钱 那些企业还真的傻傻以为他没钱 结果捐出来之后 这场选战打完才知道 原来比我还有钱 比那些企业捐给他的那些企业老板 还有钱 竟然是这种状况 那所以言家到底要不要出来讲清楚 尤其是镇南宫这一块 你到底里面有没有多少香油钱 混杂到你的金权游戏里面 那如果有的话 你要不要对信徒交代 要不要对政府交代 那另外就是说 你在赚这么多钱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办法 对社会去说明 你到底有没有用权力 去赚到自己的金钱 如果有的话 那这样有没有牵扯到 利益回避的问题 像蔻姐之前就一直在问说 你105号码头 到底有没有利益回避 如果没有利益回避 这是有法律上面的责任 那这么多年来 江湖行走这么久的 言清标 言宽恒 言利敏 你们在权力上面 巩固的这么强大 金钱又赚了这么多 难道有没有哪一项 是没有利益回避 而牵扯到法律关系的 我觉得社会应该要继续追 我们在地方上 也好多乡亲在讲 现在过完年了 那是不是检掉 应该要稍微动一下的 年假放完 对不对 这段时间那么多的节目在探讨 在在追究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的政府单位 我们的司法单位 要不要应该也动一下呢 是不是也应该要去追查一下 湘湖行走二三十年 钱跟权这样互生的关系 之后生了这么多钱 到底里面有多少 没有利益回避 或者是钱 或者是全部应该是帮助到钱的 法律上面的问题 我们司法单位到底要不要去查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就应该要让我们的司法单位 有一点点压力了吧 选举是选过了 已经不是为了选举 选举的时候 有可能有人说 司法破坏为了选举 为了干涉政治 为了干涉选举 现在选举已经过了 过年也过完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 大家来查查一下 说到底他有没有 钱跟权之间 有没有什么司法上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大甲正南宫 这个账 要不要大家来算一下 可是大甲正南宫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摆明了就是要包庇护航 更别讲他们光是一个沙龙庄园 就用金蝉脱壳刚才你们两位说的那么便宜的四千五百万 搞不好连内部装潢四千五百万都不太够看起来 那就卖给了他的朋友 然后就跟他无关了 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说违规事项已经全部不存在了 上个礼拜五已经这样对外说明了 郑南宫究竟最近检调 有没有这个去要求要查查他的账策 最近这几天有人说有这个动作 但是不管怎样 士凯是市议员 如果民政局死就是这个 吃了蹭铁了心 要替他把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持续的要帮助他继续的霸占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一场正义 这些照片岂不是就会变成了这个很可笑 而且变成了很嘲讽吗 这位博威你怎么看 坦白讲我现在所知道的讯息 当然他们这么久了 然后大家从坊间的传言 一直到被在电视上证实 尤其是扣解 可以说这一次 我们讲这个不知道会不会不好意思 人家说抓行抓好 不可能抓到周遇扣 所以这一次真的坊间大家都在谈 说你这个如果是不义之财 是不是应该要交出来 大家是用这个很直接的方式 过去可能会用比较尊重 你是立委 有吗地方有这样讲法吗 有啊有啦 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地方慢慢在改变 而且针对公益的事情 大家的反弹是非常强烈的 尤其是我们在那新闻披露的 不管是西市的土地重化 包含建工重化区 包含沙龙庄园 这等等一连串都非常有争议 包含欠钱不还 那他们其实都当新闻出来之后 相关的利益人士都有去跟他们家族 去做抗议或者是说 是怎么本来受容不一样 包含大甲针囊工也会面临一样的状况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并没有平息下去 他们家并不会逃走 你的意思是这样 很多人会给你责任 一个月以后你这个休养了回来 你还继续留在台中吗 因为你的五格服务处 不是已经暂时都全部关闭了吗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 我们现在就原本乌日 乌日它是交通重镇嘛 所以它在大台中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我跟世凯议员的服务处也是隔阶相望 其实非常的近 对对对 那现在会转型成激进党部 来备战之后的选举 我想大甲针囊工的部分是这样 刚刚扣姐的意思是说 检调要介入 除了检调介入之外 大甲针囊工本身是民政局 民政局就跟你 民间团体 所以它现在面临的挑战 除了公权力介入之外 其实是民间的反弹 我想对他们最直接 包含之前在讲的 这些欠债的 重划的买卖相关的 甚至是建设公司 他们他们愿意站出来 去为自己取得公道 比我们在电视上继续骂半年 一年都还要有效 那所以是这一次的 不管整个罢免到补选的选举过程 还有终于扣扣姐的这个道德勇气 其实真的鼓舞了地方非常多的人 那我们现在看 至少就我知道蛮多人都正在实践力行改变 身体力行 我想这个是会对所谓的地方的风气 是有真正常逐的改善 不是我们空中骂一骂而已 好 两位来自台中 今天很重要 士凯跟柏惟在 因为选后 今天是二月十四号 一月九号的选举到现在 中间有一段延假 很多的观众朋友担心说 我们不再讨论镇兰公 或者是说延假败选之后 他的沙龙庄园 用那种各界都不敢相信的方式 转售出去 他就可以逃脱过去 所有的争议 跟公道的应该有的这种说明 或者是制裁跟惩罚吗 所以两位刚刚跟我们所说的是 不管在地的民意的力量 或者是你们的公众角色 仍然承诺要继续的来追逐 而且要继续的来监督